我们现在来看939页 上方的那个19之五那个table 那个table是15n等于15 c等于0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plan 它是15 0 这样的plan的话呢 我们希望能够去 把它各种不同样的 大家知道你这个地方算出一个 接受这批货的几率有多少的话 除了跟c有关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跟pe有关 就是说你这批货当中啊 本身每一个 它的好货的百分比有多少 或者坏货的百分比有多少 我们刚刚去算这个几率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记得 这么一个p 这个p啊 是等于多少 它影响了你这个几率是多少 OK所以 除了c会影响到它的几率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percentage 这批货的percentage 好货要多少 那如果是就15 0 这样的plan来看的话 有没有办法去算出 它的接收这批货的几率 而这p呢 每一次有所变化 这个几率会跟着怎么样的变化 那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地方 事实上你这批货是要对 x小于等于0 x小于等于这种可乐 那就是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率是 15选0那是1了 1的话呢 p的0次方 乘上 p的0次方是1 所以这个都是1 1减p的多少 15次方 那这个p啊 等于多少 不一定 事实上我们可以画一个 画一个图形出来 我们说p啊 有大有小 我们的p啊 如果是 那看一下 p它抓几个 percentage 不好的 percentage 有 一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三个百分点 那 45 等等 然后 15个百分点 20个百分点 目的15 20 等等 大家看一下 19-5 那个地方 10 15 20 假的这样 那它的几率 accept acceptance something acceptance probability 这样写比较好 accept acceptance probability 所以这个是 几个percentage 也就是说 你如果 一个percentage的话 事实上 几率就 0.01 0.02 0.03 0.04 0.05 0.1 0.15 0.2 带到这里头来 假设是 0.01的话 1减掉 0.01 15次方 按看是多少 0.01的 15次方 它按出来的 结果是多少 0.99的 0.99的15次方 是多少 帮我按一下 0.86是吧 看一下 看一下 跟table里头的 值一不一样 你算算是不是 0.8601 好 0.8601 在这个地方 好 再按 p等于0.02 1减掉 0.02的 一样 15次方 是多少 你看 是少一个 0.01 乘15次 它就变成 多少 0.7 7386 就降到这边 0.7386 三个百分点 多少 0.6333 4个百分点 0.542 5个百分点 4.6多少 4.633 好 其他的值 一直在推 现在你看 它把这个值 把它连起来 这条曲线 就把它叫 Op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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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istic Curve 这个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各位同学 在940页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 就是它的一个操作的 操作的一个 特质 操作的一个 的一个 特征图 那从这个图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 你才发觉 如果你的货源 这批货 它本身 有问题的几率 越大的时候 你接受这批货的可能性 就越小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 水平轴 是P P是什么 P是你的货 这批货当中 有问题的几率 如果越往右边 那边越大 越大的话呢 Acceptance Probability 接受这批货的几率就越少 所以显然它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就像各位所画的 这条曲线就叫做 操作 这个特征图 OC 简称叫 OC Curve OK 这个OC Curve 这个OC Curve 每一个Plan都可以画一条 所以你看 N15 C0 这OC Curve 是19至12 那我可以对其他的 Acceptance Plan呢 一样都可以画一条 所以在19至13 这边你看一下 它有四条 有红色的 有蓝色的 有绿色的 黄色的每一条都是不同样的Acceptance Plan 每一条的N C都不一样 那它的整个的几率都不一样 看到没 那同学你看 现在这边谈一个概念 这个值啊 这边是1 这是1 现在我如果 P是等于0.02 这是2的话 在坏的几率 只有0.02的可能性之下 拒绝这批货后的可能性有多少 也就是说 这批货只有0.02的 不好的 换句话说 它有问题的几率是非常低 这批货事实上 一个蛮好的货 蛮好的货会被拒绝 这是什么样的风险 好货被拒绝 这是什么 什么样的错误 行义错误 行义错误叫什么 叫Alpha 对不对 如果你有一批货 是在这边 15 这批什么 这是什么货 这是坏货 坏的货 被接受 这是什么错误 行恶错误 请把行义错误和行恶错误 把它画出来 好不好 行义错误是拒绝人家 所以你接受的几率 是到这边 对不对 这个高度 曲线的高度 是接受的几率 一在这边 一减掉 接受的几率 就是什么 就是拒绝的几率 拒绝 拒绝 好货 因为呢 比较左手边的 就是好货 P数比较低 什么好货 好货被拒绝 好货被拒绝 是哪一段 是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 是Alpha Alpha叫什么风险 生产者的风险 producer's risk 好货被拒绝 坏货被接受 在哪一段 坏货被接受 坏货 假设是15%的坏货 这个坏货被接受 被接受的几率 货 这么样的差 还被 鱼目混出 物以为真 几率是多少 几率是不是这一块 这一块呢 一这边过来 这一块 叫Beta 所以偏右的地方 是不好的 偏左的是好的 至于哪边 为指标 说超过哪边 是坏的 超过哪 不超过哪边 是好的 这个不要这样看 总之呢 我们会问你 假设呢 P是等于多少的时候 你却接受它 P等于多少的时候 你却拒绝它 它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叫P0 这个地方叫P1 P0代表什么 好货 P1代表 坏货 坏货坏到什么程度 你却接受它 好货好到什么程度 你却拒绝它 它会告诉你 P0 告诉你P1 懂得意思吗 这个很像我们以前的 第九章最后 我们不是谈 怎么样去决定 你做假设检定的 sample size 还记不记得 那个sample size 那个质值 是等于怎么样 还记得吗 Mu0-MuA 平方 分支 Z Alpha 加ZBeta 平方 还记得吗 放一看 告诉我 放一看第九章 学而实习师 不亦乐乎 对不对 学而实习之 温固而知心 不亦爽乎 我背错了 没有爽这个字 这是不是第 这第几章 查一下第几页 告诉我 统计学不要学了以后 就忘了 是不是这个试试 教会我 查对不对 我写这个试试 这样 上面是 Obsalpha 王号Y 怎么样 还有sigma平方 好 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地方 一样有两组人马 各位同学 这边有两组人马 在P0 这样的好货的情况下 你拒绝它的 几率是Alpha 在P1这样的坏货的情况下 你接受它的几率是Beta 这边是不是同样有一个概念 当Mu0 H0为真的时候 你却拒绝它的几率是多少 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说的 这边是不是有两组人马来看 当Mu0 也就是H0为真的时候 你却拒绝它 H0为真 你拒绝它 为真到什么地步 为真到Mu0 这个地方 你却 拒绝它 拒绝它 拒绝它的几率 是不是Alpha 当Mu0为假 你现在是什么为真 MuA为真 也就是你MuA 插Mu0 插这么一大段 插这么一大段 你现在Mu0为假 假到什么地步 假到你现在是MuA 这个地步 你却 接受它的几率 假的你接受它 是不是Beta 是不是两组人马 是不是同样 这么一个概念 真的 你拒绝它的几率是Alpha 假的 你拒绝 你接受它的几率是Beta 上一次我们在谈 第九章这个事实 那个时候老师 就给你们强调过一个概念 这个事实比较实际 这个事实要想着说 好的 你拒绝 好是什么 好是Mu0 Mu0要给你一个值 然后你要定出 在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却拒绝人家 也就是你狠心的程度 有多少 那在这么假的情况下 你却接受它 也就是你被蒙蔽的程度 有多少 所以在两种 一好一坏的 这两个极端 共同作用之下 决定出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吗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你被骗 什么情况下你会被骗 被骗的几率有多少 什么情况下好的 你却冤枉人的程度有多高 这两个极端 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同样是这样的概念 好货 你拒绝它 你要告诉我 alpha是多少 坏货 这么坏的货 你却接受它 你要告诉我 beta等于多少 而这个beta叫做什么 什么风险 消费者风险 alpha什么风险 producer's风险 生产者风险 所以我们要决定 你到底用哪一条 acceptance plan 同学你看941有4条 你要用哪一条 注意听啊 注意听啊 这点蛮有趣的 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够 把这个曲线画给你 但是呢 课本这边的曲线画给你呢 现在如果说啊 它告诉你说呢 你现在 是 大家看一下941 同学你再测试一下 看你要选哪一条啊 它说 在p0等于0.03的情况之下 这是好货 好货 你却有0.1的几率 拒绝它 坏货 你却有 0.2的几率 接受它 所以这是消费者风险 这是生产者的风险 他告诉你 面对0.03这样的货色 你还有0.1蛮高的几率 你拒绝人 蛮狠的 狠近有多高 0.1这么高 面对 相当不好的货 0.15这样的货 不好的几率高达0.15 面对这么不好的货 你居然还有更高的几率 0.1的几率去接受它 也就是说你被骗的程度 还要这么高 这个人是人不明啊 这个人也蛮带肿的 这样的 这样的人 在这两种极端之下 请问 你是适合哪一条 OC科 看一下适合哪一条 请看一下 19-13那个图 那告诉我你要用哪一条 用红色的 用蓝色的 用绿色 用黄色的 现在查查看 不用查 你去比较看看 可以从这个图形里头去看吗 看出来 那告诉我 看你用哪一条 会不会看 每一条OC科 左手边 左上方 右下角 左上方是alpha 你要告诉我 左是左到什么地步 右下方是beta 又到什么地步 把这四笔资料 1234 这两组四笔资料 放到这个图形里头 看看哪一条适合 先告诉我 哪一条适合 我等着你们答案 每一个人自己查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赶快查 看哪一条 alpha是0.1 beta是0.2 哪一条OC科 也就是告诉你 你是哪一个 acceptance plan 你要定出 什么样的N 跟什么样的C出来 才能够满足 alpha为0.1 beta为0.2 这样懂吗 哪一条 只有蓝色比较符合 是吧 其他同学 是不是有看出蓝色 是不是蓝色比较符合 这样知道了吗 所以事实上 你可以把各种 NC的组合之下的 acceptance plan的 OC curve 你把它画出来 然后你去抓alpha 跟beta分别是多少 放到图形里头 去比对 你就很快可以比出来 你要用哪一条 你要用哪一个 acceptance plan 这样懂了没有 有没有问题 懂了 这个就是 acceptance plan 怎么样去选择一个适合的acceptance plan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的P0是多少 P1是多少 我才能够从这图形上头 帮你画出来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叫 multiple sampling plans 这个地方只是个概念 大家同学看一下 942页 这边19至15的figure 在这个图里头 他说 你可以用两阶段的 取样的方法来做 首先第一个 先取N万个 然后呢 决定出了 看看这N万个当中 有多少个 多少是不好的 在这样本里 有多少个 这个多少个 定他叫X万个 那么看你X万是不是 小于等于C万 如果是的话 你就接受 这个 这批货 如果不是 所以显然 一个C万 你必须要决定它 C万就是一个criterium 你看你 N万个当中 你选出的 你找出的X万个 是不好的 X万个有没有 小于等于C万 有小于等于C万 有小于等于C万 就代表你不好的 的次数 不到那个C万 不到那个criterium 所以这批货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第一个阶段 然后如果万一你 你发现N万个 这个样本点当中呢 有超过X万个 是不好的 也就是你X万是大于C万了 X万在于C万的时候 你就向下再看 看X万有没有大到 超过C万那么大 你超过C万 并不代表你会超过C万 所以如果是超过C万 然后再看是不是超过C万 如果超过C万的话 代表你这批货真的是 很差 不只超过第一批 第一个门槛 又超过第二个门槛 所以就向左边看 是reject 拒绝这批货 如果你是超过C万 却小于C万 看到没 是不是向下走了 向下走的时候 你就来看 再取第二批货 不是取第二批货 再取第二个样本 第二个样本数是多少 是N2个 再取N2个 然后看N2个当中 有多少个不好的 有问题的点 有瑕疵的点 如果只有X2个 如果是X2个的话 来看看你的X2个 是不是把原来的X1个 跟X2个相加 有没有小于C3 你看到没有C3 所以它是设下了 三个不同的路障 C1 C2 C3 设下三个不同的路障 然后呢 第一个路障是C1 你比C1还小 你就接受了 你如果超过它 再来看看 你有没有 超过C2 超过它 要超过C2 一out 如果超过C1 没有超过C2 在中间 那你要更进步做测验 更进步做测验的话呢 你再取一次样 觉得样本数是X2 X1跟X2相加 相加以后 看看有没有 跟另外一个路标 就是C3 来做比 如果是小于C3的话 还可以接受 如果不行的话呢 那也是out 这是不是有三个路标 然后取两次样 取第二次样只有在呢 你超过第一次 没有超过第二次 稍微复杂一点 再做一次测验 如果第一次也超过第二次 超越那无条件 拒绝 是不是 超过第一次 超过第一次 却没有超过第二次的话 中间还在做进一步检验 如果连第一次 都没有超过的话 那当然是自动接受 这个叫做 两阶段的 acceptance plan 这个是概念上 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就是了 所以我们19章 给了各位一点呢 一个概念 这边呢 全部这个概念叫什么 叫statistical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统计品管 品质管制 简单给各位一点 一点品尝 两大概念 第一大概念叫什么 control chart 第二个概念 acceptance sampling plan OK 所以19之后那一节谈的是 什么叫做 control chart control chart有四个 有X bar chart 控制X bar的 一个是range chart range 控制P的 控制N乘以P的 四种control chart 经常用的 还有其他的 如果你要的话 可以继续发展 那acceptance plan呢 就是告诉你 你要决定 N等于多少 C等于多少 你要首先把 N等于多少 C等于多少的 OC curve 我先把它画出来 你找几条可能的 OC curve出来 然后你要决定 alpha是多少 决定beta多少 就是你决定 愿意承担的 这个生产者的风险 以及消费者的风险 把alpha跟beta 确定以后 套在 OC curve上 我去决定 哪一条 符合你的alpha跟beta 这样的需求 那当然alpha跟beta 必须要有一个 P0和P1 要去决定它 可以帮我们找出 你的acceptance plan 出来 所以东西不复杂 很简单 讲了以后 概念有了 以后就可以学 比较更复杂的东西 那除了这两个 主要的概念之外 这一章还谈了一些 品管的一些哲理 品管的哲学 上回提到了 代明的14点 代明14点 比较强调是管理哲学 因为你整个品质管理 事实上都是来自于 你的管理的措施 使得员工愿意在很细微的地方 不放过 所以你的品管 就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 最高的程度 可以达到所谓的六 sigma 一百万个东西当中 只有3.24个不好的 六个 sigma 六 sigma在教育里头上 也可以这样来看 比如说 一百万个学生当中 只有3.24个学生被荡掉 你觉得怎么样 一百万个当中 只荡了3.24个学生 这是六 sigma 还是 这是很严格的水准吗 还是很松的水准 我就不知道了 可见人不可以跟物品 等量习惯 物品是死的 把那边水里怎么样去操弄它 你觉得它是好 它就是好 你要荡掉它 就觉得它是不好的 可是 你一百万个当了六个学生 只当了3.24个学生 到底是学生太差 还是老师太差 就很难说了 可见人啊 教育这种东西太火了 它很难说 这六 sigma不能够用在教育上头来讲 事情上头可以用六 sigma的决定它 可是人的教育上头 百年数人 你没听过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教育是百年之计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品质大奖 我们台湾的品质大奖叫什么 叫磐石奖 有没有听过 磐石奖 是国家的品质大奖 日本的品质奖的叫什么 叫代名奖 因为他们拥抱代名 代名是美国的品管大师 代名奖 那么美国叫什么 美国叫 Macombodrich 我都不写 Macombodrich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这种品质的大奖 它列下不同样的标准 不同样的指标 但是可以去做一些研判 那我们这一章的话 十九刚刚就讲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同学们 我们要继续迈向20章吗 好 那我们就继续迈向20章 我们的课本还最后有一章20章 好了 我们就到这边就好了 到十九章就好了 其实20章没什么东西 20章就是告诉你index 什么叫index 指标 什么指标 物价指标 CPI 或是 这个 CPI是衡量一个国家 社会经济体的 它的什么 它的通膨的那个系数 通膨的那个程度有多少 如果 控制在三以内 三个percent以内的话呢 这个通膨是OK的 超过三 四以上的话呢 就慢慢延重 所以三大概是它一个标准 一个门槛 那这边是介绍一些 一些指标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 959月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就是刚刚所讲的 就算消费者呢 大概花多少钱 去购买它的东西 它日常用品 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PPI是什么 是生产者 它要花多少钱 去购买它的生产原料 消费者 CPI 是要花多少钱 去购买它的日常用品 叫CPI PPI 就是看工业上面 就是每一家公司 企业把它当做一个 一个法人 一个人 它不是一个自然人 消费者是个自然人 PPI是一个法人 一个法人呢 它花多少钱 去购买它所要生产的 产品的材料 所以CPI跟PPI 对象不一样 那么这个都是衡量 经济过热或过冷的一些 经常用的一些指标 Dowjones Average 大家看960页 Dowjones是什么 道琼指数 所以它衡量了道琼 这个股市 它的那个股票的那个指数 台湾 我叫台北的指数 上海有上海的指数 上证指数 深圳有深圳的指数 香港有香港的指数 东京有东京的指数 美国呢 有美国的指数 美国还不止一个美国 三个 一个是纽约的指数 一个是道琼指数 还有一个是费城的指数 所以每个国家的这个股票市场呢 都设它的指数 可以看到现在股市的热烈的程度是多少 那这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指标的去除以了某一个标准年 这个标准年叫base 就是基准年 那这基准年呢 可以去衡量呢 做比较 好吧 这个叫做price relative的概念 953页 20-1 price relative的概念 20章不考啊 我只是很快帮你们带一下 让你们有一些概念 如果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回去看 这边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理论 也事实上也跟统计学没什么关系 它为什么放在这里 我不知道 可能是跟经济有关系 跟经济学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将来如果 你们大意念经济学 将来如果要修一些财馆啊 或者经济学在总经的范围里头 你要去算经济的一些指数的时候 你要有一些基本的 对物价的 大概评比的一些概念 大概是这样子嘛 放在最后一节里头 我们就考到19章 各位同学有什么想法没有 或者有什么看法 我们从13章开始考 13 14 15 16 17 18 19 7章 还记得吧 那我们在regression的部分呢 F写定是什么 MSR除以什么 MSE 那这里头有T减定 T减定是BI 就除以什么 SBI 回归的每一个 这个自变数前面的系数 除以系数的标准物 这个叫做T T值再去跟T表的值 去做比较 或者算它的P value出来 範围就是我们以前所谈的 每一张的范围 但是问题是把你把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同学要稍微再心要细一下 要重 当你东西多的时候 一定要重什么 要重 重比较了 comparison就变得很重要 你要去比较 不同的章节里头 一些概念 好像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那你要能够分辨清楚 那NOVA的F Regression的F 能够分辨出来 当然Regression的分量比较重 这个是重点 这个14张 15张 16张 3张之多 那16张里头有一些东西就很适合 一些观念的题目 是吧 15张也适合 16张 17 18 19 3张 有很多新的观念 也很适合 好 我们先下课